大家提起卡佩拉 第一反应就会想到他是一个相当会吃饼的中风 其实前几年火箭也曾经有一位内线终结能力很强的球员 他的吃饼能力不输卡佩拉 之后却被莫雷乌琴裁掉 后来还曾经被菲律钉规划 一起来看看他的故事 9一年出生 身高2米08的内线球员格雷格·史密斯在大学婚得还不错 毕竟他的身体素质在大学联赛里还是有不小的优势 但NBA的球派们却对他并不看好 所以不出意外的 史密斯在2011年的选秀大会中落选了 不过不甘心就这样终止自己NBA梦想的他去了发展联盟 打出了良好的表现 也因此被喜欢淘宝的莫雷给相中了 2012年2月 史密斯得到了一份合同 他从火箭开始了自己的NBA职业生涯 不过在休斯顿的第一个赛季 他并没能获得多少机会 仅仅出场8次 场均1.8分 而到了2012到2013赛季 他迎来了机会 因为球队内线吃紧 史密斯得以出场70次 其中还有10次首发 场均数据也提升 到了6分4.6个篮板 投篮命中率高达62% 那时候火箭的后场可不是现在的灯泡组合 而是刚刚来到火箭的哈根 不再疯狂的林书豪以及一队全球不在行的贝福利 由此刻见单笔吃饼能力 史密斯不比贾佩拉差 等到了2013到2014赛季 史密斯的好运也到头了 魔手霍华都来了 连埃希克都只能当替补了 他又哪能得到多少机会 之后莫雷考虑到他没有投篮能力 罚球不好 防守差的弱点 当然 最主人还是给新元藤位置 于是在2014年的4月11日 无情的把他给裁掉了 不过他凭借出色的吃饼能力 还是在四天后得到了公牛的一份合同 却可惜 他嫉妒依赖传球 而且弱点太多 导致他再也没能像在火箭一样打出好的表现 16年夏天之后 他就彻底的离开NBA联盟了 之后史密斯去土耳其打过球 后来又去了菲律宾联赛 在那里他终于找到了感觉 曾经打出过场均27.222点 一个篮板4.9次助攻的数据 还因此被菲律宾篮协看中 对他进行了规划 不过 由于种种原因 他并没有代表菲律宾篮打过比赛 2点 5点 5点 7点 7点